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姜田正先生所著的 《全新的肠道健康指南,健康的身体始于肠道》这本书 本书的作者姜田正先生是一位专业领域的权威 同时也是一位将复杂知识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传达给普通人的专家 对于那些收听这段视频,健康意识较高的朋友们来说 保持健康离不开肠道或肠道均均的平衡至关重要 这些观念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了 然而,近年来研究表明 肠道对整个身体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肠道不仅与全身的器官相连 还相互作用,彼此影响 因此理解肠道并调理肠道 成为维护全身健康和保持长寿不可或缺的关键任务 尤其是日本人中 有许多人因肠道问题而烦恼 据统计 约14%以上的人有便秘、负账等问题 不过不必担心 医学正在飞速发展 新的研究成果不断被报道 即使肠道状况不佳的人 也可以通过新方法找到解决方案 关于肠道的这些最新知识 江田正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整理成了一本书 这就是全新肠道教科书《健康的身体始于肠道》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汲取这本书中的精华内容吧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 心灵和身体的各种问题都源于肠道 第二 复活肠道的健康饮食法 第三 调理肠道的生活习惯 首先是第一部分 心灵和身体的各种问题都源于肠道 提到肠道 你会联想到什么呢 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消化和吸收食物的器官 然而 最新研究表明 肠道对全身的影响远超我们的认知 肠道是一个连接外部世界和身体内部的枢纽 同时 它还通过网络影响着各个器官 尤其是大脑 作者指出 心灵和身体的各种问题 实际上都可以追溯到肠道 例如 抑郁 焦躁 无精打采等心理问题 往往与肠道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数据显示 抑郁症患者中 便秘或腹泻的情况相当普遍 此外 肠道细菌产生的有害物质可能到达大脑 甚至诱发认知症 换句话说 肠道环境的恶化不仅会影响心理健康 还可能导致身体疾病 例如 肠道中有害菌增多可能是多种癌症的诱因 也与过敏 皮肤问题 肥胖等密切相关 因此 心灵和身体的各种问题可以说都与肠道息息相关 如果您希望实现身心健康 那么从肠道着手 无疑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解读如何改善肠道健康 敬请期待 最新肠道知识概览 在深入讨论方法之前 让我们先了解肠道的最新研究重点 一肠道神经系统 二肠道菌群 肠内菌群 三肠道是免疫与血清素的中心 接下来 我们将对这三个部分进行简单明了的解说 首先 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肠神经 需要了解的是肠神经 近年来 这一领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令人惊讶的是 肠道内大约有一亿个神经细胞 这是继大脑之后 人体中神经细胞数量最多的部位 而且这些神经的控制并不完全有大脑掌控 肠道拥有自主判断的功能 因此被称为第二大脑 一提到神经细胞 我们通常会首先联想到大脑 然而肠道竟然也拥有多大一个神经细胞 因此被誉为第二大脑 这些肠神经通过迷走神经与大脑相连 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脑肠轴 也就是大脑与肠道之间的双向网络 这种双向的信息交流并非单向 而是肠道也会向大脑发送信息 肠道的状态会通过迷走神经将信息传递到大脑 从而影响全身各个部位 肠与身体的多重网络联动 不仅仅是与大脑 肠道还与许多器官通过复杂的网络 保持沟通和协作 比如看似与肠关系不大的心脏 当肠道出现问题时 自律神经会将信号传递至心脏 从而影响心律的变化 协同调节血流以适应肠道的需要 此外 肺部也与肠道密切相关 如果肠道有问题 呼吸可能会变浅 反之 通过调整呼吸 还能帮助肠道的蠕动功能 这些例子表明 肠道作为身体的一部分 与其他器官进行密切的交流 为维持体内功能的平衡而努力 不得不说 肠道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器官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第二个知识点 肠内菌群 肠内菌群的重要性 近年来 关于肠内细菌的重要性 越来越受到关注 许多人都知道 肠内细菌对健康有着重要影响 确实如此 肠内细菌是决定肠道环境的关键因素 其数量之庞大令人震惊 约有100万亿个 这些细菌与人类共生 以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为食粮 通过发酵增值 并生成多种代谢产物 对人体功能产生深远影响 肠内细菌密集分布在肠臂黏膜上 形成一片犹如花田的景象 因此被称为肠内菌群 总重量约为1.5公斤 从功能上看 肠内细菌大致可分为三类 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 其中 理想的比例是 有益菌占两成 有害菌占一成 其余七成是中性菌 中性菌倾向于 站在优势菌群的一边 因此 当有益菌占优势时 可以维持健康的状态 但如果这一比例被打破 有害菌占据上风 肠内环境就会恶化 导致各种健康问题 此外 不缺衡的饮食或缺乏运动 也可能导致肠内细菌多样性丧失 从而进一步破坏菌群平衡 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肠道与免疫系统 及幸福激素的关系 接下来 让我们看第三个知识点 肠道在免疫和无抢色案中的核心作用 肠道是免疫系统的核心 肠道不仅处理食物 还会接触到细菌和病毒等外来物质 对抗这些外敌的主力菌 就是免疫细胞 而令人惊讶的是 全身约60%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肠道内 这是因为 大部分进入体内的物质 会通过肠道进入全身 肠道相当于人体的门户 拦截外敌 正是肠道免疫细胞的首要任务 当病原菌侵入肠道时 肠壁内的免疫细胞会检测到危险 并释放系号分子 刺激肠壁细胞击退病原菌 从而保护身体免受外敌侵害 肠道是幸福激素的制造工厂 更有趣的是 所谓的幸福激素血清素无强次案 竟然有90%是在肠道中合成的 剩余部分由大脑内的神经元合成 这些血清素通过血脑屏障后 被用于调节情绪、睡眠、记忆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肠道问题 常常伴随着情绪问题 例如 抑郁症患者常见便秘或腹泻的症状 这表明心理健康与肠道健康密不可分 血清素是一种影响情绪的激素 与幸福感密切相关 因此 肠道的健康对人的心理状态和幸福感至关重要 血清素是一种能够让我们感到幸福 并积极向上的物质 此外 它还有以下作用 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消化 调节自主神经系统的平衡 使心情更加积极 血清素还有助于调节饥饿感和饱腹感 影响饮食行为 抑制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等兴奋性物质的过渡作用 从而减少焦躁和易怒情绪的发生 简而言之 血清素的分泌是我们保持内心平静的关键 而这又受到肠道环境平衡的重大影响 我们可以说 肠道的健康对保持幸福且稳定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解读如何通过饮食让肠道焕发新生 在第一部分中 我们探讨了调整肠道环境与身体和心灵健康之间的联系 那么为了改善肠道环境 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答案很简单 改善饮食习惯 饮食是对肠道微生物环境影响最大的因素 进入肠道的食物会成为肠道细菌的食物 经过发酵和分解后 转化为更容易被身体吸收的物质 而这些物质的种类和对身体的影响 取决于我们的饮食内容 益生菌偏爱均衡的饮食 尤其是蔬菜和水果 当这些食物进入肠道时 益生菌会生成乳乳酸、丁酸、 以及B组维生素等有益物质 而有害菌则喜欢高脂肪、高热量且不均衡的饮食 当我们过度摄入这类食物时 有害菌会大量繁殖 从而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 肠道细菌从出生到生命结束都会依赖食物生存 因此 饮食是影响肠道细菌平衡的关键要素 通过调整饮食习惯 促进益生菌的生长 并抑制有害菌的增值 我们能够改善肠道功能 那么 为了让肠道更加健康 我们应该摄入哪些食物呢 以下是促进健康肠道的四大食品 1.发酵食品 2.水溶性膳食纤维 3D聚糖 4EPA和DHA 接下来我们逐一解析这些食品的具体作用 1.发酵食品 发酵食品能够刺激益生菌 并激活肠道的蠕动功能 大家熟悉的发酵食品包括 纳豆、酸奶、胃层等 这些食品不仅为益生菌提供养分 还能够通过调节肠道酸碱度 抑制有害菌的生长 常见的发酵食品有 纳豆、酸奶、胃层、酱油、酥、盐去 泡菜、干酒、奶酪、红酒 二水溶性膳食纤维 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调节肠道环境 是一类能溶于水的膳食纤维 具有良好的凝胶性和吸湿性 能够帮助调节血糖 降低胆固醇以及改善肠道健康 特别是在年龄增长时 有助于改善肠道平衡 此外 益生菌在分解水溶性膳食纤维时 会生成短链脂肪酸 这种物质近年来 因其促进脂肪燃烧的效果 而备受关注 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 海藻 鱼油棒 秋葵 南瓜 蕎麦 纳豆 其中有些水溶性膳食纤维对肠道的效果更为显著 我们将在后续部分详细探讨 这是一种出人意料却非常有效的西兰花 西兰花中含有的萝卜硫素具有强大的抗菌作用 能够减少有害菌 调节肠道环境 即使经过加热 它的营养成分也不容易被破坏 所以建议大家在各种料理中多多利用 三 低聚糖 低聚糖是双脊杆菌等乳酸菌的食物 能够有效增加有益菌的数量 同时 低聚糖不会成为有害菌的食物 因此能够高效地只增加有益菌的数量 低聚糖是一种功能性碳水化合物 不仅提供少量能量 还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促进健康 适量摄入低聚糖 有益于消化系统和整体健康 低聚糖广泛存在于香蕉 洋葱和蜂蜜等食物中 4EPA和DHA EPA和DHA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 因此需要通过饮食摄取 它们对身体健康有多方面的作用 尤其是在心血管脑部健康和炎症调节方面 对于肠道 这些成分不仅能够缓解肠道炎症 创造有利于有益菌生长的肠道环境 还可以作为润滑剂改善排便情况 富含EPA和DHA的食物 包括蓝鱼类如青鱼 鲑鱼以及亚麻子油等 作者建议使用罐装鱼类加入沙拉中 此外 鱼皮中也含有丰富的EPA和DHA 脸皮一起食用可以获得更多营养 需要注意的是 像亚麻子油这样的油类加热后容易氧化 因此建议以生食的方式摄取 比如淋在沙拉上或直接加入蔬菜中 接下来是关于调节肠道的生活习惯的建议 在第二部分中 我们介绍了饮食习惯对肠道健康的影响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 我们将探讨除了饮食以外 还可以通过哪些生活习惯来改善肠道健康 以下是五个建议 一 创造空腹时间 二 改善睡眠 三 养成最佳如厕习惯 四 融入波动感 五 晨接活动做深蹲 第一项 创造空腹时间 肠道在饭后约四小时会进入自我清理模式 这时它会进行清理工作 为了让肠道有足够的清理时间 创造空腹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持续不断地进食 肠道就无法进入清理模式 可能会导致食物残渣堆积 从而抑制有异菌的生长 因此 建议避免频繁的零食习惯 让肠道有机会清理自己 最佳的进食时间是晚上八点前结束 这样在午夜零点左右肠道就可以开始清理工作 深夜进食会迫使肠道加班 影响第二天的身体状态 第二项 改善睡眠 睡眠对肠道健康至关重要 在减睡眠状态下 自主神经容易紊乱 从而影响肠道功能 肠道不健康的人往往伴随睡眠障碍 为了改善睡眠 可以在睡前进行放松 比如套一个38度左右的温水澡 持续15分钟 半身欲可以激活腹胶感神经 放松肠道 第三项 最佳如厕习惯 为避免便秘或腹泻问题 建议每天规律如厕 每天早餐必不可少 因为这可以启动肠道 调节一天的节奏 即使没有变异 也建议每天固定在厕所做5分钟 这有助于形成排便的习惯 如厕时 建议抬高脚跟 身体前倾 这样直肠和肛门呈直线 更有利于排便 第四项 融入波动感 现代人在恒温的室内环境中生活 长期暴露在人工光线和噪音下 这种环境会无形中给肠道带来压力 波动感可以有效缓解这种压力 波动感指的是自然界中微妙的变化 比如阳光 微风 树叶的摇曳或花香 因此 建议每天至少有一次远离文明环境 接触自然 比如散步 晒太阳 或在森林中漫步 这种与自然的接触 不仅是对身体的放松 更是对心灵的滋养 它能帮助我们摆脱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压力 重新找回与世界的连接 通过与自然相伴 我们学会放慢脚步 感知生命中的每一刻美好 让内心变得更加平和 满足和有活力 第五项 沉接活动 深蹲 深蹲不仅是一种流行的减肥运动 也对肠道健康有益 深蹲时的上下运动 可以锻炼肠道周围的肌肉 增强排便能力 此外 深蹲还能促进肠道蠕动 更重要的是 深蹲时分泌的肌肉因子 肌肉细胞因子 有助于预防结肠癌 因此 通过深蹲锻炼 不仅可以塑造健康体魄 还能维护肠道健康 通过这些饮食与生活习惯的改善 肠道健康将得到显著提升 一个健康的肠道 不仅能促进身体的正常代谢 还能增强免疫力 提升整体生活质量 最后 我想通知大家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 学识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 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 并增加有关论文 等相关友谊知识的解说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请通过盖要栏中的链接 进行查看并订阅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 更多有益的书籍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